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就是名气可以让人变得疯狂 当一个人有名到一个程度了之后 我们的人生就不再是一个普通的人生了 我们的存在变成了一个产品 一个品牌 一个公司 一个机构 当一般的人在看他们的时候 已经不会把他当人看了 人的名气会把自己变成一个24小时都在展览的展览品一样 他们会失去他们所有的隐私 而隐私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们自我认知还是一个人的很重要的一环 当一个人可以变得跟 Kanye West 这样的程度 这样子一样有名的时候 他身边的人也会因为他的存在 就是存在他旁边也会变得有名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人的身边总是充满了 为了自己的名气 跟自己在一起的寄生虫 那些人不断的把宿主推到美光灯之中 因为这个样子 他们也会跟着变得有名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名人 明星最后会变成那个样子 特别是童星 他们最后常常就是吸毒酗酒自杀 最后在所有人教唆下面自我毁灭 那我在这里并不是在帮 Kanye West 找借口 只是在讲述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 那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 Kanye West 在我们眼前崩溃 终于可以让很多保守派基督徒看清楚 我们不能崇拜一个人 只因为他曾经说过我们认同的事情 Kanye West 之前说过很多保守派跟基督徒认同的事情 不管是什么 White Lives Matter 还是他在巴黎时尚州反堕胎 他说了一些支持川普 然后支持保守派的话 然后很多保守派的人就把他当成一个英雄来看待 在右派的群体里面 我们不断的在寻找一个英雄或者是明星 我们很希望跟左派一样有那些明星节目 还有大公司对我们的想法的认同 这样的思想是非常愚蠢的 这导致我们有可能变得跟左派一样 我们也变成一个吸血虫 只要找到一个愿意说什么的宿主上面就直接吸上去 那些什么阴谋论的 什么猪妹啊 低级黑小民啊 西行小宝啊 甚至Ron DeSantis 川普还有Q 他们都变成了我们的英雄之类的 我会希望这整个事件可以足够的证明 当我们崇拜偶像的时候 我们就会失去自我 但是认同明星 认同跟你有相同思想的人 并没有错 就像大概在一两个月前 Kanian West才为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婴儿发声 在Tucker Carlson的节目上 就说他支持生命 我就说这样都是正确的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观点 他说的很棒 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声音 这是我们应该要一起同意的 但是错误的地方就是 如果我们因为那件事情 就把它当成一个衡量的标准 把Kanian的想法当成一个衡量的标准 当一个英雄 我们不应该只因为他们很有名 或是他们上了哪个好大学 他们是亚洲人 他们是大律师 或者是他们是基督徒 就直接认同他们 特别是那些在网路上面的网红 或者是电视上的明星 可能只因为他说了某件事情 突然爆红 然后得到大量的关注 从那天开始大家就追着他跑 最主要我们不应该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不应该获得那个样子的关注 他们并没有做任何事情 很多网红甚至教会 并没有真的出去拉票 并没有真正的付出 只是出张嘴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